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无土栽培当中啊 这个酸碱度这个控制 实际上无土栽培主要是水肥 实际上水肥当中呢 一个是脾气值就是酸碱值 另外一个是一气值就是盐分值 这两个也是至关重要的 并且和你的使肥浇水有很大的关系 好比说你种番茄 到番茄鱼碎果开始成熟 基本上就三个月以后呢 你用酸碱仪去测一下你这个机质 这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弱碱性的机质 脾气值一般在7.5以上 一般作物它的酸碱度要求呢 就是在7左右 别超过7.5 别低于6.5 这样的情况下 肥料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脾气值越高 就是碱性越高的话 是不利于肥料的吸收利用的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 就是说我用的肥料一般都是酸性的肥料 是吧 但为什么我经过三个月施肥浇水以后呢 会变成一个脾气值是一种弱碱性的呢 实际上这个呢 主要是频繁的浇水 一天至少浇一次吧 浇两次 这时候啊 我们水当中呢 有一些盐分呢 会沉淀到我们这个肥料当中去 盖盐 美盐 纳盐 是吧 杨历斯过多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肥料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种弱碱性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进行调酸 降碱调酸 这也是无土栽肥当中 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好比说现在国外 他们一般会用硝酸去调 硝酸是强酸呢 是吧 成本非常低 但是反过来 我说硝酸呢 又属于管控的一个物质 不好买 盐酸呢 是里面还有绿粒子 所以说对作物的生长又不好 所以说一般用硝酸去调 这两年呢 我们自己也去 陆陆续续的去开发一些 怎么去增酸降碱的一些技术 效果还不错 效果还不错 但是呢 这是一个综合的调整 不是说单靠一种物质 你就不能把这个 酸的降下去